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剛好遇到 為台演練 聯合利劍 由我們的海警和解放軍 一起為台進行演練 名字都很特別 叫2024A ABCDEFG 可能會有很多場 演練都不頂 說了這麼多事情 我覺得這次是剛剛好的時間 在上任三天之後 台灣的地區領導人 就開始演練了 到底會怎樣呢 尤其是我今天跟 李先生去喝茶談 現在中國到了一個經濟的大週期 這點是可以一起談一談的 當然有很多議題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 訂閱 戴卓Sir的頻道 留言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李先生你好 怎麼看 你好 戴卓Sir 沒有什麼的 我都說了 最好兩方都不要打嘴炮 快快翠翠 擦槍就過 美國將它那十大航空母艦隊 擺在台灣附近 就直接抽 誰敢動手先 不要經常只有港 美國 要保護沙特 要保護誰 現在他的東西 救到難到 自己也保護不到自己 就只有港 戴卓Sir 這個是非常殘舊 究竟可不可以來到那麼多首呢 我覺得 第一 如果他真的來的話 應該四五首都有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很敢過來 一過來 發覺 眨眼全部都殲滅了 那就沒有人了 看到他的戰鬥機 各方面 我怕他連 信號都收不到 你也知道我們國家的 雙控性 雷達 和那個電子戰 打幾正的 老美想進來 連潛艇都收不到資料 信息又不知去了哪 這麼危險的地方 不要來了 李先生 我都經常跟你說 現在中國政府 經常撩他的軍備競賽 嘩嘩就不說 其實是撩他的軍備競賽 但是美國人就沒有錢 跟他軍備競賽 就抵力了 他經常教你 接著 又買一些舊東西給台灣 又買一些舊東西 將軍火淘汰了 給了烏克蘭 給了台灣 接著又省了一些錢 又剩下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他生產效率低 又生產不了好東西出來 你看大陸 那些軍艦 整軍艦好像下餃子 一路撩你軍備競賽 一路撩你勢錢 現在中國就學足當年 美國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心 當年美國搞蘇聯那套 一模一樣對他 他現在就沒有辦法 沒有錢 沒有辦法 當然沒有錢 大家也知道 只是懂得拿水 廉政公署都 查不到他們 怎麼辦 所以 這次看到 老美是沒有辦法的 完全解決不了 現在當下的問題 李沙跟我說過 出嘴炮而已 沒辦法 因為剩下嘴炮 況且要他生產 你那些原材人從哪裡來 大部分都是我們中央來的 那你怎麼辦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有自己的原材料在 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拭目以待 我相信會有BCDEFG 大家看看會不會突然有一次 聯合軍演突然變成 搞定了 一覺醒來 這個是基本上機會甚大 我自己個人覺得有這樣的期望 不過我相信 我們國家 基本上要這樣做的機率 其實不是太高的 除非真是突然間說 我要 獨立 諸如此類 這樣才會走這一步 李先生 我們不如說一下現在的經濟大周期 好嗎 中國的 好啊 怎樣大周期 請問 其實現在你看看中國政府推出的政策 特別有樓市的政策 這麼激進的樓市政策 一直去年到今年 政策的鋪墊 以及一直向著中高端製造的進發 其實我沒有資料的 我自己感覺到 中國的經濟大周期來了 德國不會說 現在這剎那可能年底 甚至明年就真的來了 所有經濟大周期 中國一個非常之快的增長 以及一個經濟向好 起碼股市 樓市也好 還有 它現在國家 又用債務經濟來推動GDP增長 其實非常之正確 為什麼 所以經常有人說 地方債很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中央政府 是要解決地方債的問題 就是怎麼解決呢 那些窮的地方 比如說那些比較落後的省份 融資平台 就好像那些什麼成建公司 和那些信樂公司 中央政府 就拿了這個公司 連你的債都拿了 以後就不准發債了 現在沒有錢 就中央政府撥了 好像現在 很多那些說 整個污水處理 和很多那些基礎性的設施 都說中央政府直接撥錢的 就是地方政府不用付錢的 所以現在好像你看到中山 周街基建也好 置污水那些是全部中央政府付錢的 不是中山市自己的錢 是大衛生 如果是中央政府付錢 那怎麼監管他們呢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問題 監管的 監管非常之嚴格 他是 你撥了些錢給你 他有一個 篤道組下來的 篤道組下來 跟著檢查你 還有你做什麼project 用了多少錢 全部監管得很嚴格的 現在是中山是全國的試點 可能未來幾年 逐步逐步全國推開 現在有農村的污水要處理 還有魚塘 養魚那些 尾水都有污染 都要處理 現在農業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農業 現在他正在做鋪點 所以 現在很多人是看不到 將來的藍圖 不過我自己感覺到 中國的大經濟周期 正在來 起碼未來的20年 我們俗稱的九運 就應該是中國的世界了 這個 我很有感覺 尤其是幾年在內地生活 發覺到中國的發展 原來不快 人民生活也非常幸福 純粹是個人體感 在《娜林》的節目裏面也說過 很多人的個人體感 說通脹哪裏有這麼低 只有三幾個百分之一 感覺上來多了三分之一 甚至一倍也不行 因為你的物價指數 最重要是不要搬龍門 如果搬龍門就很糟糕了 所以數字上也看起來很低 但其實是很嚴重的 在中國 我們都沒有什麼 增加到消費 除了真的有時候的份量少了一些 例如我們今天喝茶 碗粥份量少了一些 其他方面其實都做得非常不錯 物價也是維持一個平穩的數字 這個經濟大周期 或者叫大經濟周期 對於我們小市民來說 感受最深的 你的生活 究竟有沒有增加到很多的消費 或者錢不夠小 其實現在這一刻 大家完全沒有感覺到 這些錢不夠小 電費又便宜 水費又便宜 各貨各樣都很便宜 你幾千元就可以在內地生活 這個不是我們經常宣傳 而是一個真實的感覺 譬如我的朋友 都是拿著 五、六千元 六、七千元一個月 但是他們生活得非常之開心 李先生 對嗎 是啊 我也響應國家號召 大學Sir 我剛剛買了兩個大冰箱 我家裡買了兩個大冰箱 每個冰箱有三百多星 你買了這麼大的冰箱 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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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冰箱 我現在有兩個 有兩個就夠了 我響應國家號召 以價換身 確實真的很便宜 是 減了以價換身 補貼完之後 是圍到二千多元一個 它好處好處 冰箱是什麼 譬如我們傳統買冰箱 如果你買兩個六百多星的冰箱 是很難搬的 很重和很大 是 沒錯 為什麼這次要買兩個呢 因為現在的冰箱設計很特色 因為它是米九高 就六十闊 就六十八深 它換言之是兩個 拍在一起 就是一個冰箱 你可以分開它兩個用 那個溫度 由零上四度 就去到零下二十八度 就是隨便調 那我就可以一個就保鮮 一個就急凍 所以就非常的好用 我之前曾經買那個卡薩底 幾年前 五六年前 一個卡薩底的冰箱都沒有 現在兩個這麼大 我都買了一萬三千多元 但是現在這次兩個冰箱才是五千多元 你說 現在大陸那些工業品 真是無以倫比競爭力 當然它是有補貼 但問題是真的好 它的設計理念正 你知道嗎 特別是你搬上樓 你一個搬 分開兩個 你可以拼在一起 分開用 還有那個溫度 隨便零上四度 和零下十八度 就是你隨便你全部都可以 全急凍就可以 所以就很OK 決心就買兩個 就是淘汰了之前的冰箱 嘩正 我這個私底下再問一下李先生 看看 究竟是什麼牌子 OK 李先生繼續 不好意思 你試試試看 奧阿瑪馬 奧阿瑪馬 它是清道一間很著名的 做賭櫃的 做商場裡面的賭櫃 商業的那些 製冷設備 很出名的 還有它是中國製冷行業的 那個標準 起草人 這個大經濟周期 我相信 中國就一定引領世界發展很多東西 是不是 李先生 這次肯定的了 這次肯定 我不是和你計的那條數 大學Sir 按照現在 去年中國是126萬億的 人民幣計算的GDP 按照現在中國的想法 就是每年5%的GDP增長 再加2-3%的那個通脹率 就是加上每年實際的增長 就是實際的增長是大概7-8% 以中國的GDP來說 7年就要翻一倍的了 那個GDP對著那個國家的債務 如果50%是非常之國際供應安全 那國債是125萬億 130萬億 那你想一下 現在中共政府的債務才30多萬億 就是換言之可以再發多100萬億個國債 沒錯 差不多 你明白嗎 差不多 換言之如果你發多100萬億個國債呢 那中國來講 你用了100萬億個國債呢 它可以刺激到至少500萬億的GDP增長 這個數字 天文數字 你是不是聽起來是不是很震撼 所以你說工業產品 好像現在說的雪櫃 說洗衣機 現在刺激那些 以救援生 真是很厲害的 那個價錢 所以你經常說它是通宿 其實它不是通宿 所謂的通宿是經濟沒有爭取 經濟出問題 但是它經濟是沒有問題 只不過 現在我都經常說 有時候是可能 政府有補貼 又過度競爭了 就變成物價沒有升 沒有升自然 那些人工就不升 就是變成一個 我們不可以講一下 叫惡性循環 就是比較不是很理想 對 沒錯 老實說 中國和通宿 真的不覺得 我們喝茶 吃飯 在一些好一點的餐廳 都是看到 高頻滿座的 是座無虛設 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三個人喝茶 在中山叫做頗高級的 200元而已 吃得很好 吃得飽到離譜 沒錯 沒錯 你既然建置 是不是通宿 譬如說 對我們來說 非常之好 質素沒有改變 價格穩定 其實你追求來追求去 都是這樣 難道你 有些樓價暴升 不是價暴升 然後你加少少人工給你 根本不夠生活 那麼我不知道 美國經常攻擊中國 說生活怎樣怎樣 我想不到 有什麼理由 現在要抹黑中國 是不是 他是抹黑 不會做事的 現在 現在靠把口吹 老美 是不是 你打追炮 你 你 跟我說 現在有全世界三大泡沫 現在哪三大泡沫 李先生 全世界三大泡沫 美國的股市 日本的債市 中國的樓市 但是中國樓市現在已經不是泡沫了 好像可以解決得到 唯一可以解決的就是中國的樓市 美國的股市怎麼解決呢 日本的債市怎麼解決呢 日本的國債是佔GDP的260% 沒得解決 自由多 美國的股市 會有最高自由更高 一路滾上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滾 不知道 滾到美國就毀滅了 中國的樓市 我想應該是會平安著陸的 沒問題的 因為中央政府有錢 他可以擺平 絕對沒問題的 李先生跟我說 現在自住就沒問題了 那麼低首期 息口又低了那麼多 以前說內地息口很貴 現在內地息口又便宜了 首期又少了 便宜很多 你整體來說 其實現在中國都是量化寬鬆 簡單來說 是不是 李先生 老實說 量化寬鬆是中國的遲早來的 是 沒錯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實行量化寬鬆 1980年代吧 如果沒有記錯 不是1989年 是 就是1989年 天安門事件之後呢 全世界制裁中國 你還記不記得 記得 那個學運 制裁中國 然後要撤資 又不投資 原來中國政府就想得很美好的 吸引我才知道是投資 它想不到人家一反轉 就什麼都不給你 又不買東西給你 又不投資 然後一下子發覺 咦 其實中國最缺什麼 最缺就是資本了 最缺就是資本了 接著就覺醒了 覺醒了 那我有主權的 我有貨幣發行權的嘛 那你不投 我就自己投 投基建 最成功就是投公路 投高速公路 沒錯 拖投銀行百分百借錢出來 弄到出來收錢 這個模式 現在西方上學 學不到 為什麼呢 那些人民不同意 你沒有得學 但是大陸不是 因為它由day one開始就做那樣東西 你沒有得反對 還有 事實證明是非常之良性循環 到現在為止 都是非常之一個 為什麼會弄得這麼多 高速公路 弄得這麼漂亮 維護得這麼漂亮 因為它不斷收費 還有它收費是有限制 就是有監管 不和外國沒有監管的嘛 所以它就知道自己的資本短缺了 就是投資的資本短缺 今天就想辦法了 就印銀子出來就投 接著 另外一個量化寬鬆就是外匯儲備了 它外匯儲備強制結匯 那你結匯的那些錢它是印出來的嘛 就是強制拿了這些 它是兩贏的 一個就是拿了這些外匯在外面投資 就是賺錢的第二個 印銀子出來就買了這些外匯 接著又釋放了流動性出來的嘛 那其實就是等於印銀子了 所以現在 現在美國會今時今日搞到這樣 因為它看到 多時看你這樣做 美國說 你一個極權的國家 一個極權的政黨 你這樣去印銀子 你一定是會高通脹 以及一定不會走得下去的 你的經濟一定會崩潰的 看死你 不行 接著搞了顏色革命 你就遊戲過了 玩完了 結果它現在不是的 越看中國大陸 越印就越發達 那它說 這樣也行 那它我就跟你印 今天跟中國印就印到現在這樣的款 哎 真是 中國人實在很有智慧的 會找到一些出路去解決問題 那麼 近期就說 喂 小米又做新車 總之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大家千萬不要看壞中國 如果看壞中國 你真是 唉 不行 有很多機會就此喪失了 那麼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中國的樓市 上的泡沫應該都差不多可以搞定了 那為什麼可以搞定呢 因為 力度非常之大 是不是 李先生 是啊 它現在其實呢 中國做用的東西 其實它現在就允許地方政府出錢買 就是去買那些 整好了 賣不去的樓 就是不是樓花 整好了 賣不去的樓 然後呢 就買了之後 按回中國的政策性銀行 然後帶錢出來 拿來做保障性的住房 其實這件事情是好的 因為你用印的錢出來收儲那個優質資產 為什麼呢 其實你連中屋都是優質資產 你有個資產 比如說你今天 這麼便宜的價錢買回來 可能現在你自己拿地出來蓋都蓋不了的 那個價錢 那你收到回來 那你拿著的錢 買了 好了 現在可能中央銀行 給這個貸款 給你1.5厘 1.75厘 那如果只要你做到2、3厘的回報就OK 好了 將來經濟發展了 人工提高了 將來的人的負擔高了 到時候就一向優質資產 你租金可以提高 不是永遠都在城不變的 其實它現在的做法是OK的 只要你幾萬億 就可以搞定整個中國的房地產的問題 它不需要全部都買 只不過一部分 就是你蓋好買不到 那它地方政府也都需要做一些保障性的住房 那它就通贏了 國家就解決了那個房地產問題 銀行有沒有壞帳 地方政府就解決了 那個保障性的住房又不用蓋了 一石數了 但是日本債市就沒辦法玩的 我們今天都大概談過 160只是基本來的 我自己也看到200 1美元對200日元 如果美元繼續維持這個幣值的話 那你生日看得更淡 其實我不是在動譚 其實你想想 日本最高興的時候 差不多可以買得起美國的時候 它的匯率是1比250的 是1美元對250的 但是它會不會再想 回味回那時候 那個年代250 我都可以買得起美國 就照做了 就是問題現在美國政府給不給你這樣做 我看現在美國政府肯定被它這樣做 因為它想要將產業鏈轉去日本和南韓 那你的幣值要貶值 那些東西賣給美國才會便宜 那如果你不貶值 那你怎麼要廉價勞工呢 這也是啊 但是現在最慘的是日本的人民 你現在這麼低的幣值 說真的 你入口的貨品就貴很多 當初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你對其他國家的貨幣 可能都有一定的競爭力 整個國家又開始上升 但是比美國這樣 所謂的廣場協議 搞了你一搞 令到你入元升值 那你就沒得玩了 你的貨幣的主導權就沒有了 拼命在這裡買美債 你令到自己內部是一個 不可以說滯脹的 只不過是生活非常的差 你一直都在那裡通縮 或者是沒有什麼增長 那你整個國家因為沒有主權的關係 那你就等收割了 是不是呢 李先生 一定的 好像美國 日本的匯率升值 那樣東西我經歷過 我之前跟你說過 和他訂了一些貨 不交貨 或者因為匯率一升升了五成 所以他沒有辦法交貨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都是受害者 不過那時候沒有辦法 一定要跟他買 在地上買不到 還有你當時可以跟美國買 買3M 但是3M的貨幣貴了一整倍 那你也是減不了 所以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它 他在日本其實現在是一個半殖民地 是沒有主權 所以你唯有看著美國 美國說OK 我準備將中國的產業鏈轉移過來 你就貶值配合我 不是唯有行過政策 那你唯有乖乖地跟他 你也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他說 經濟實力又沒有 軍事實力又沒有 那些人又不行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那幾樣東西都不行 那其實就算是可以幫忙 其實對美國也沒有什麼好處 尤其是他的股市 這個三大泡沫 最嚴重就是美國股市 我反而覺得 一定的 好像他現在來來去 不減息 那一個收割未完成 最大那隻肥羊 他收割不到中國 沒有辦法 就是餵不爆他 你現在就拖著 但問題 你如果的息口維持 現在是這樣 其實美國接下來 很多小型銀行會爆的了 會爆煲的了 就是熬不到的了 其實現在他一直觀察著 那個經濟狀況是怎樣 如果經濟狀況急速轉壞 那他都沒有辦法 一定要減息的 但問題是他能夠維持到 盡量維持到 他就拖著了 還有現在美國國內 是有些呼聲開始了 就是有些覺得 這個美聯儲呢 其實是很搞笑的 一個私人銀行集團 去管理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 其實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就是那個結構 所以美國現在的結構上 是很... 就是很有趣 就是我們說一下很有趣 所以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 被猶太人 就是管控了他呢 一個傳媒一個金融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如果你是國家的 你被猶太人滲透不了 但問題是你私人的 就行了 對呀 對呀 我自己看到現在 對於日本 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他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股市 就是虛漲 那他這個虛漲 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泡沫 這個泡沫是全球性的 那他現在不斷地上升 又或者現在大家叫停了一停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在等著他減息 你不減息啊 那沒辦法了 那股市真的失敗方向 我升好還是不升好呢 現在只有七朵 還有你這樣鞠躬 或者將回購一些股份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那你銀行業怎麼頂呢 你現在完全頂不了 你看 有很多商場啊 商業樓宇啊 還有的時候 你就算買家屋 其實也是非常貴 你的按揭 也相對來說 就會因應這樣上升 因為它的息口高 那既然是這樣 其實老美應該算是一個 全面性衰落呢 就已經是近在眼前的了 是不是 李先生 一定啦 我發問 沒有想不到 有什麼呢 原來美國的農業都衰落著 李先生有說 怎樣衰落呢 怎樣衰落呢 這次呢 說夏威夷 夏威夷傳統上 以農業為主 旅遊農業為主 你現在夏威夷淪落到 那些蔬菜和水果要進口 所以夏威夷的物價這麼高 因為那些蔬菜進口 要是外國 要是從美國本土運過來 但是夏威夷是傳統的農業為主 現在都沒有人耕田了 那你想一下 夏威夷是一個縮影 放射到美國本土 現在那些人個個都投機 要不就讀CS 那些是讀計數機的 要不就做律師 做一些服務性 都沒有人願意去捱 所以你說接下來 他們最引以為澳的農業 都是萎縮的了 我跟你說 很難搞 老美不是有高科技業嗎 阿里山 有高科技業 但是它是有研發的部分 但是沒有製造的部分 這就是一個問題 現在 它是有研發 就是沒有製造 但是應用 科技應用在中國 最糟糕的 所以很多人說 攻擊 雄安新區現在整好了 現在正在整 空城沒有人 但是按照中國的設想 雄安新區是做研發的 就是做教學研究的 深圳那邊是做應用的 就是如果科技產品出來 研發出來 你應用那裡 實用化那裡 你做不到 就是白做 就是白研發 就是下不了地 所以中國來說 為什麼說這麼有底氣 就是芯片 你不買給我 你就沒有用 因為你的芯片的應用 就是在大陸 就是那個 那個應用那方面 在大陸 那你如果中國不買 那我不知道它生產出來 買給誰 我想不到 賣給世界其他國家 是不是 世界其他國家 就可以金色的量 你要明白 那個高科技產品 和中高端的產品 以後是全部在大陸生產 和應用 如果那個應用者 不幫你買 那你其他的國家 哪個會用呢 就是我出的產品 不用你的芯片 那我買的產品出去 就算我中國設在其他地方 你都沒有市場了 嗯 沒錯 聽不明白 絕對是 問題是 問題是 現在的應用 就是掌握在中國手上 那現在就好了 你說中國做不做到呢 做到 怎麼做不到呢 我給阿迪的老闆說 芯片是人做 不是神做的 人做的 你做到怎麼 中國人做不到呢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事 是不是 只不過是遲些 以前都信錯你 所以常常說科技無國界 資本無國界 其實什麼都有國界 鬥氣上來的時候 就什麼都有國界的了 所以中國人現在就不信了 就是以前太老實了 你說什麼我就信什麼 就是不是太善良 就是信你的分工 什麼國際分工 有什麼產業國際化 你做了一部分 我做了一部分 好了 就是我們中國人守信用 那現在好了 既然你打破了 就是不再遵守那個遊戲規則了 那大家 你做你做 你做我做 我做 看看誰厲害 沒錯 因為現在看到中國 就是不理你了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那大家可不可以合作 我們當然不排除合作機會 但是你現在這樣做 其實我們和你合作 都沒有意思 因為做生意 最好講過信字 你現在信用都沒有了 反而中國和其他國家 一帶一路做生意 大家做得很開心的 一帶一路呢 它是兩個目的的 一個 它不是宣揚價值觀 一個 因為中國確實存在 好像基建和一些鋼鐵 很多原材料在產能過剩 它是利用一帶一路 就是很多落後國家 幫你搞基建 然後消化了那個多出來的產能 第二個呢 它是通過那個 資本的輸出 就是中國是有主權 印了這麼多錢出來 現在中國的錢 鎖在哪裡 大部分鎖 就是資金池就是房地產那裡 另外呢 那錢太多 又會怕引發通脹 所以就要資本輸出 就是我幫你做基建很便宜 給很低的息 我幫你做基建 然後輸出勞力 輸出那些原材料 就是原意是這樣的 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輸出那個意識形態的 不過就是美國砌它而已 那它現在就成功了 如果在當年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是它提出的 如果沒有一帶一路 現在中國真的非常被動了 那多出來的東西怎麼去呢 西方又說杯葛你 你稍微做得好些 那它又反轉 又指責你有產能過剩 又說你那樣 又說你那樣 所以就是絕對正確 當年一帶一路的政策 我覺得中國 一直都知道 老美是會不守信用的 做任何事情都信不過 但是我們要製造一個標的 就是我們國家 是要跟其他國家有好的情況 真的好守信用 做任何事 按照合約精神 總之我就不收過你 結果經過這幾十年來的部署 我覺得 我們國家已經做到一個 非常完美的狀態 西方寧願跟中國合作 都不願意跟美國合作 還有美國就不醒覺到自己有問題 不斷地在哄 騙著他的民友 結果那些民友 越被他騙 越覺得不對勁 為什麼我和你合作 就越來越沒 反而我和中國合作 就越來越有錢 那我究竟 和你合作好 用二四年代 和你合作 還是我真的和中國 好地合作 我想現在大家都在想著 還有農業方面 那時候我和大家講過 美國買了一棵菜 買了西洋菜都貴到嘔 李先生 不好意思有什麼補充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和你講 美國的農業在倒退 你想想 夏威夷傳統來說 生果是輸出的 蔬菜輸出 現在變成要純進口 那你想想 現在那些年輕人哪有去種菜啊 去做農業啊 沒有人做啊 現在真的很慘啊 所以現在你說 美國全方面衰退 你看基本的東西 你就看到了 就是現在是 撐住在那裡的 就是拼命借錢開支 拼命借錢開支 但是你終須有一天是借不到的 那全世界一不用你美元 那你變成就是這樣 這個會啊 我想全世界現在對美元的興趣 不是很大的了 開始在部署另一條路 那當然是人仔 對吧 李先生 所以人仔 他以前經常說 如果人仔不自由兌換 就沒有辦法成為國際貨幣 其實現在一個想法 其實不自由兌換 都可以變成國際貨幣 最重要是拿了人民幣 買到貨就可以了 你實不需要自由兌換 對不對 就是你什麼時候拿人民幣來 我中國我什麼都買給你 上次軍火啦 食品啦 工業品啦 總之我什麼都可以 所以呢 剛才說的一件事 中國和蘇聯最大的分別是俄羅斯呢 俄羅斯呢 俄羅斯呢 就太單純了 信了美國 說當時你解體啦 那個休克療法呢 就是我美國支援你多少 然後他咬到他的骨都沒有了 到現在為止 都繼續搞他 中國人呢 一個好處呢 就是積穀防機 和未遇籌謀嘛 就是哪怕你多信得好呢 我都要留一手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美德 所以你說 全球化的時候 美國跟你講得多好啊 大家分工啦 你做一樣 我做一樣 那麼 信了它啦 晶片那裡 就是研發都沒有搞 那是不是中國完全沒有搞呢 當然不是啦 如果是真的一點都沒有搞 就不會說突破得這麼快 其實暗暗地在這裡搞 留一手的 那這當然是留一手的 大哥 用什麼你試我 我一動都沒有 所以剛才李沙說得很對的 真是美語重謀的 你千萬不要相信其他人 自己做總備功夫先 我現在備而不用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美德 你不是全部 我全部相信你 沒有問題 我研究了 但是我不用了 但是萬一有什麼事 你發生什麼變化 我都有另外一套方案 可以拿出來立刻搞嘛 所以現在中國 就申請了很多專利 而這些專利 就日漸見到功力了 更加不用說 光刻機那裡 就很快跟跌了 那麼ASML 怕不怕呢 當然是陣了 但我覺得現在有一點 就很特別的 就是 對於老美來說 除了農業萎縮之外 他還有一點 就是 他現在好像有一點 患得患失 想動手 又不知道怎麼動手 說得不好看 這些比喻不對的 就好像老鼠拉龜 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 他現在是 他當然是不敢動手 以美國人的性格 特別那些 現在美國話事那些 猶太人的性格 如果覺得他做得到的 就是他搞定你 神早就動手 要不然現在 在這裏 只有百口 只有港幣 又做不到事 所以現在美國真的很慘 就是他看著中國 天天在這裏蒸蒸日上 天天在這裏打基礎 他都看到的 就是中國的大周期正在來 就是不趁現在打低你 接下來是沒有機會的了 就是你的大周期一度 一路路向中高端 那個製造發展 跟著你搞定了那個樓市 跟著股市提起來 中國就前途光明了 好了 他想像你房地產不跌 沒有錢 結果就整個債務經濟出來 跟著他 沒有東西的 中國跟著他就行了 就是你印銀子 我就照顧 但問題是中國沒有問題 我印多少錢出來 我有資產覆蓋了 但是美國是沒有的 大衛Sir 所以我經常跟你說 美國跟中國量化寬鬆 你是死路一條 中國量化寬鬆的錢 全部資本化 美國的量化寬鬆的錢 全部貨幣化 全都花光了 那就沒有了 等於你差別人的錢 你完全沒有資產 銀行一說要清理 你就破產了 最簡單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樣 沒錯 你沒有抵押品 你的抵押品就是兩個字 信用 沒有了 你家裡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那你怎麼辦呢 你所玩的東西 根本沒辦法繼續再玩下去 這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就好好的等老美 看看他想怎樣玩 我想到最終的時候 他還是會玩借自己的 尤其是這次 對於台灣來說 他就說 這個所謂的台灣總統 台灣總統還有什麼意思呢 這個當然我們國家完全不承認 還有老美專門這樣說 我想是專門挑起爭端的 是不是啊 李先生 主動 不就是打嘴炮 他搞你搞什麼都搞不到 就唯有撩你 就是講過後人 其實是最無聊 最無謂的 最低級的政治家 就是打嘴炮 你有實力 不需要這樣做的嘛 現在中國做事是有實力的嘛 就正紅正道 沒有實力的 就靠白口 就是撩一下你 刺激一下你 過一下癮 但是又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利益 是沒有的嘛 中國其實是不需要和它計較的 中國和它拖就行了 因為大家一直磨下去 這個時間在中國那裡 你看看 應該美國到26年27年就不太妥了 真的不太妥了 但是如果中國2627年去到高峰 我覺得是 但是2627我都覺得是慢了一點 應該到25年已經不太妥了 病入高峰 現在算是病入高峰 只不過真的沒看到 這樣說話 留有餘地好一點 沒有說那麼多 沒有說那麼多 是吧 2026、2027 留一點點餘地給他 對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病入高峰了 我自己覺得 因為老美做很多事情 都是健忘郭靖的 是不是這樣說 不是啊 因為它的生產力低下 我真的想不到 農業你都很衰退 你還有什麼前途呢 老實說 那些人每個人都不肯做 就是不肯去捱 每個人都在那裡享樂 要麼就是吸毒 美國有兩千多萬人吸毒 大佬 那些大迷合法化 那怎麼辦呢 是啊 是啊 接近10%的了 還有很多藥物都合法化 那這個最可怕的 因為你真的找不到一些正常人上班 非常之困難的 尤其是我們算過一條數 就是我們發現 咦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月要更新一下美國的生活數字 究竟有多少錢才可以活得到呢 總之月計數呢 我們從前幾句我們說過 五千美元應該也生存不了 現在升值了 六千美元也生存不了 然後發覺 七千或八千美元也生存不了 究竟怎麼搞呢 這件事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整個通脹 是 就是搞到大家已經是瘦了 相信大家知道 我已經說過 連家庭主婦 都要計算到GDP那裡 那你玩來幹什麼 這些GDP這樣都可以計算 我真的不明白你想怎樣 所以美元 我真的覺得危機處處 加給你一聲 所以你說美國 現在那些年輕人 在那大學校那裡示威 其實在那裡借題發揮 戴偉Sir 其實生活是很艱苦 你打一份工作出來 真是沒什麼錢 就是沒什麼錢的 就是現在那些年輕人 真是很辛苦的 好了 辛苦的事情又不想做 個個都想走捷徑 你想一下 現在那個情境 像不像以前的香港 那些樓價拼命在那裡升 工資又不升得很多 甚至你知道 香港還好一點的稅 個人的傻得稅還是少 15% 美國是20幾30% 打一份工作 給了三分之一 大佬 你剩下那些怎麼生活呢 現在很多年輕人 以前美國最標榜 十八歲 離開家 自己自立 你讀書 自己供自己 跟著 找個partite做 自己供自己讀書 跟著自己搞定 自己租屋住 出來 你大把田律 現在不是了 你美國哪怕你普通讀過 大學不如出來 可能掃街都不要你 沒錯 沒錯 這個非常之辛苦 但是內地年輕人 都是要面對內卷的問題 這個是全球性的問題 不過 對於美國來說 這麼大的地方 出現這麼嚴重的情況 其實很可怕 香港是小的 小的時候 就可以集中 集中的話 問題不會太嚴重 你始終可以生活得到 但在美國來說 這麼龐大 非法移民又多 你會看到 很多非法移民 現在已經基本上 跟真正的 美國市民 美國人民 搶飯碗 當然美國 是想著 這群人 可以令到 他們的消費高一點 因為這群人 其實現在 已經有200多萬人 在2023年增加了 既然是這樣 其他人的生活 當然是差 我要去給人工 我當然是告訴你 我壓你價 我不會給你這麼多 人工 所以就請了很多 沒有質素的人 出來 李三公平就跟我說 那你說 怎麼辦 你的人工就越來越低 因為 你在市場上 沒有競爭力 還有你現在 比較高級的工作 例如一些 工程師 又或者是 programmer 那些工作 就越來越難找 因為現在AI又出來了 那你究竟 可以真的轉型 是很難的 我們知道 這麼大的國家 以前我們說 在美國做中產 是很棒的 你就有中產的生活 但現在美國做中產 似乎是被收割的一群 這個是我個人的觀感 李先生 怎麼看 現在美國中產很慘 你揹著那些房子 保險 還有現在收入 我也說 現在 哪怕你年薪十萬年 已經叫做高薪 但問題是 你混賣水 混賣水 你可以有什麼 有體面的生活 是沒有的 所以 所以現在 加州 終於忍無可忍 立法 是禁止收貼士 那麼大件事 大家都會開心 應該會 但問題是 現在那些經營者 出來抗議 他說 特別是 在餐廳做工 那些抗議 如果沒有貼士 怎麼生存 嘩 大件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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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 那些貼士文化 令到 那些人 去吃飯 根本都估不到 那張單 多少錢 沒錯 我看到新聞了 7月1號起 加州任何一間餐廳 在顧客帳打上高 添加特別付加費 將成為非法的行為 根據 霍士新聞報道 即將在7月開始生效的 加州新法案 叫 SB 478 禁止企業在消費者 收取 未明時的費用 包括在線購買 好像 音樂會門票 預訂房間相關的額外費用 已經很大 是啊 是啊 因為 因為 好像很變態 變態 有什麼程度呢 好像三藩市呢 它除了貼士以外 它勞工福利 都放在單上 哇 瘋了 現在18% 不是啊 勞工福利 自己亂加的 自己可以隨便加 那裏有6% 那裏有3% 那裏有幾% 各個城市不同%的 那除了貼士 兩成至兩成半 甚至到三成之後呢 有6% 叫做 那個 是 加州的員工福利 唉 大件事 那又要放下去 今天吃一頓飯 根本你都估不到多少錢 估不到多少錢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就沒有辦法 要立法了 跟著現在美國說 很多州 會準備 綁校加州了 又要將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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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貼士文化要改變 一不改不行 但是太離譜了 大佬 大佬 25% 的貼士 還有好像 欠了它這樣的 一定要給的 是啊 是啊 這個問題很嚴重 去真美國的朋友都知道的了 這些貼士文化很可怕 我很多美國朋友都說 喂你不給不行的 啊 你如果不給那時候 不止黑氣面好 出去外面追你 為什麼不給我 我是不是有什麼做錯了 現在直接就寫在單據上 但是很大問題的 如果是取消了的話 我相信有一大批人 就是 美國的正式居民 都是沒有上班的 都不會上班 我不如拿中援好了 好吧 我告訴你 接下來通脹又高了 因為那些 那些老闆說 OK 你不給我 不給我收貼士 那我就加價了 加價就是通脹又高了 是不是 所以 通脹沒得搞的 你知道嗎 喂 有些死循環的感覺 李先生 是啊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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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員工收不到貼士 那就要加薪了 就是要 會恢復幾多錢 一個月就幾多錢 不是以前給你最低薪 然後其他靠貼士 是不是 現在沒有貼士 老闆就是要全部加薪 全部加薪 是不是要加價先 因為以前你的餐單是這麼多 統計通脹的時候 餐單的價格 貼士領計 不算 現在一加薪價 是不是通脹又高 是啊 影響我很心願的 你住酒店 叫人家沖湖水 都要給貼士的 你去剪頭髮也要給貼士的 我都在講笑 他經常跟美國的朋友說 可能遲一下去買麥當勞 都會給貼士 他們都說 可能的了 幸好現在立了飯 不用了 但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有爭議性的 因為已經有部分商人 就說 有什麼通貨膨脹補償費 什麼水電漲價補償費 員工健康安全補助費 這些在疫情時候 生活艱難的時候 的補特殊產物 疫情之後 沒想到通脹就越來越高 人工 食品 水電 總之 陽陽升 而且升的幅度 真的很誇張 基本上每個月升一次 那些額外收費的時候 其實也是延續下來 到今天 有部分的店舖就說 就算我收一些額外的收費 他們的餐飲業的經營 也是舉步為奸 這樣玩法真的不行 你說要取消 可能分分鐘示威暴動都像 我自己的感覺 會不會呢 李先生 當然不會 你立法 立了法一定是執行的 你不執行就是違法 當然要執行的 問題是怎麼平衡社會 現在是為了大部分人 因為現在你知不知道搞到 很多人不敢出街吃東西的 大家說 是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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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為了 其實他說 他是幫你餐飲業 就是讓人們明白白白消費 就是知道我今餐裡 按那個餐牌多少 就是多少 那你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東西呢 加這麼多附加費下去呢 其實政府是好心去幫你的人 不過你不領情就沒有辦法 立了法一定會執行的 對不對 除了你廢除的法律 也不一定會執行 如果立了法律 我當顧客是有權不給的 我違法的 我給你貼士是違法的 我為什麼要做 OK 我想商人很特別的 也有你有張良計我過場梯 可能將那些 所有的費用增加出來 接著的時候 就將它 有一部分 跟員工說 這一部分就是貼士來的 我現在將費用加上去 哇 厲害 通証又有七八個巴仙 恭喜加州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不是 加價 沒有辦法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加價 就是將餐就加價 每個餐加幾十個巴仙上去 要不然就減少份量 本來以前已經減少了 現在再減多一半 是不是 減少份量 在美國行不通 為什麼呢 那些人很大吃 你一減份量 沒有可能的事 那個order 肯定那麼多 你一減了 就沒得搞的 這個東西 唯有加價 真是糟糕了 哎 祝賀老美 希望他可以渡過難關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算老美要死 也不要這麼快死 現在中國呢 就決定按兵不道 我不動你 讓你自己 拜拜 是不是這樣說 李先生 一會兒 一會兒 現在中國沒事的 他又不會聊事鬥非 總之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內部問題 我就自己解決 就是用自己手上有籌碼 可以解決到 但是美國現在解決不了 因為以前美國呢 解決不了 就是要出去搶 但是現在你搶不到 有中國在那裡 攔著你 所以現在他就辛苦了 有俄羅斯和中國 守住在那裡 不讓你去搶別人的 那你怎麼搞 怎麼平衡 那個國家的那些錢 那些債的那些 沒有辦法 現在你再印下去 又是走不通 不印下去又都走不通 那怎麼搞呢 沒有辦法的 不過在美國本土的人 是完全覺得沒有問題的 特別那些有錢的人 是不會覺得有問題的 你但是有錢人的數量 都少了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是嗎 是 是少了 還有呢 就是 中上收入的人 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我跟你說 就是他們現在 沒見識過香港 那個時候暴亂期間 那些貧戶延殊 還有呢 因為那些年輕人 出來搞事 那種暴亂的那種環境 就是他們沒見識過 所以這次美國呢 美國政府呢 你說他聰明也好 聰明也好 先知先過 甚至他們 習慣用的手法 去搞別人的顏色革命 所以這次校園運動 一出 他就首先給你 做個污名給你 說你反憂 然後就以最快的速度 去掩飾你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慢慢變成 他自己的顏色革命 他會 我覺得他這個情況 是將會發生的 還有李先生都說 你請說 他這次就聰明了 他這次就聰明了 神祖 他要首先 跟你灌個名字 去反猶太人 然後 最快的速度 用那個 用那個 用警察來 抓完這幫人 因為他一向 習慣做這個手法 因為他非常熟練 所以他就知道 糟糕了 那就做了 所以 同樣事情發生在香港 為什麼香港 反你反民主呢 為什麼在美國 這麼合法呢 那你說 那些商標 就是淋漓盡致 但是老美 這麼多個火頭 他內部 不要說他外部 先 外部已經放了三幾個火頭 包括非洲 那裡 總之現在全球放了火頭 但是他內部的火頭 真的很多 你始終解決不了 你住屋那裡 非常貴 我剛剛才談到 加州的房價 其實 你一球尾指 算是很平常的 一個價錢 稅又高 保險費又貴 買一架車的保險 更加得人怕 整天這樣上升 你完全 令到生活成本 指數不斷高 很多人 你可能真的要接受到 這個社會福利才可以搞定 反正也是 不如我不做事好 亦都令到 美國的社會福利開支 就不斷地攀升 始終來說 這個淋漓是越來越大的 永遠沒有辦法關火的 但是對於我們內地來說 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 大家都看到 老美一直在說 我們社寶會破產 但是我們社寶 連年賺錢 怎麼會破產呢 現在這一刻來說 我看不到 這個差表大 李先生 請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 中國的社寶一定不會破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個國有資本在 中國政府已經很早計算到 社寶去到多少年 覆蓋不了 就要國家撥錢 等於現在解決地方債一樣 所以它手上一個可以發行國債 第二個它中央政府大把資產 有幾百萬億的資產 它每一年將國有的資本 所以現在它怎麼鼓勵銀行 鼓勵國有大的企業要分紅呢 它拿到那些分紅的錢 接著就轉個身 轉給社寶基金就可以了 就是社寶那裡開支就可以了 還有呢 你要明白 但是我都說了 你現在中國 為什麼 我今天跟你說說大學sir 如果你考慮在這裏長期生活的話 你值得去現在這時候 入市買一家樓 當然可能你入了 可能早上還會有跌 但是這裏我猜 應該差不多是值得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些朋友在地產公司做的 上個月它一放開 立即一個月去買一百幾十間樓的一間公司 嘩 厲害 厲害 就是那個購買力回來了 但是問題呢 是不是間間 是不是間間是呢 不是 但是問題只要你一減價 就有人買了 其實來說 是不是沒有錢呢 當然不是 是的 因為現在你那個案例率低 那個首富少 那始終是有江需的 譬如說 現在換樓下 那個意願是很高的 改善那個居住是很高的 還有呢 中國政府它一定是不會有財政危機 不會有債務危機 因為它始終是有財產 它全部將那些債務 全部是資本化了 就是有資產 就是最簡單講一句 就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你想一下 你全中國14億人口 如果你的資產未來 就是譬如說 你中高端製造OK了 那些人工上回去 個個收入高了 服務業上過去 那你想一下 如果人工上 不用多了 如果你全中國平均 個個個 個萬人民幣打工出來收入 那你的資產 不要上一倍 上五成 你都不得了 大衛sir 那用不擔心呢 因為它計算到那條數 還有呢 中國政府最殺死的東西 是它的土地國有化 那主要它中國基準跌價 條條 就有大把錢 大衛sir 好啦 我們今天談了很久 多謝李先生的分享 還有李先生真的給了我很多不同的知識 真是多謝 最後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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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